立陶宛将宣布破产,中国大使审布道 没有主权的国家或许就是这样的 大家好,我是小英华 乌克兰副外长梅里尼克近期透露 为了能够成功反攻 乌克兰需要西方盟友把援助提升到原先的失败 每个西方盟友都要把其国家GDP的1%用于援助乌克兰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克罗瓦对此神预言 表示西方将被乌克兰扯掉内裤 说来就来,扎克罗瓦话音刚落 欧盟里面就有国家宣布破产了 据外民消息透露 目前立陶宛的外债总额已经达到470亿美元 占据该国GDP的80% 按照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 外债占比接近GDP60% 就随时破产的风险 包括已经破产的斯里兰卡 当时的债务与GDP质别位59.7% 这就更别提立陶宛的80%了 可能一觉醒来立陶宛就直接破产了 立陶宛是典型的本师小脾气大 虽然盈利的行业很少 但是却接二连三得罪俄罗斯和中国 像德国如果北溪管道不爆炸 可能还在使用俄气 波兰也是第一辆坦克抵达乌克兰 俄罗斯才断掉了给波兰的石油供应 这也让人意识到原来有很多西方国家 还在偷偷的进口俄罗斯能源 这些欧洲大国都是如此依赖俄罗斯 又何况是最早一批和俄罗斯能源 说再见的立陶宛呢 俄欧冲突爆发之际 立陶宛还要求欧盟彻底和俄罗斯能源 说再见 转而进口美国的能源 美国的能源价格大家都很清楚 不仅送的慢 而且卖的还很贵 马克龙就提到 美国向欧洲出口的天然气 足足翻了四倍 美国不仅不止悔改 还一致监督欧洲国家对乌克兰的援助不能停 就这一套组合选下来 立陶宛想不破产也难了 出现这种情况 欧洲和美国根本没有心思要救立陶宛 所以很快就有西方民提透露 立陶宛又想求救中国 希望将最大港口租给中国 以换取中国二倍亿元的贷款 以此度过债务危机 要知道前不久 立陶宛还在叫嚣要与中国脱钩 包括在台湾问题上 立陶宛也多次挑衅中国的主权 现在又想来借钱 哪有那么简单呢 这也是为什么说 立陶宛本事小脾气大 敢接连得罪中俄两个大国 因为他做事完全就不考虑后果 或者说只要是美国的命令 立陶宛就一定会遵守 比较有意思的是 刚好这个时间段远在法国的中国驻法大师 鲁沙也 还对立陶宛割空神不道 接受西方民提采访时 鲁沙也表示 从国际法来看 那些前苏联国家 他们的主权地位 没有相关国际协议来认定 鲁沙也直说也这样回答 那也是因为西方记者给我们挖坑 西方记者提问 克里米亚熟不属于乌克兰史 鲁沙也就回答从历史上来看 克里米亚一致属于俄罗斯 但随后赫鲁沙又把克里米亚送给了乌克兰 但是西方记者却一口咬定 按照国际法 克里米亚就属于乌克兰 所以随后才有了鲁沙也案子 布洛提海国家主权地位 没有得到国际法承认的回答 立陶宝就是从苏联时期脱离出来的 现在配合中国大使的话 再来看立陶宝盲目追随美国 把自家搞到一地鸡毛的行为 不得不说立陶宝的国家破产 完全是自己作出来的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 咱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